五分鐘跟七分鐘就只有這一個點有問題 再來第二次其他沒有關係 這個有共識 時間長短 還好 那五分鐘七分鐘我們禮拜四之後再來共同討論一下 好不好 還是我就直接現在折衷六分鐘 政治是妥協的藝術 好不好 直接折衷六分鐘 這個事情時間就不要再放很輕 總統至於他要回答的內容 總統他自己會去做一個選擇 所以這個都職權行事法規定的很清楚 我不曉得你們還在擔心什麼呢 所以我想就依照職權行事法來做 OK 好 謝謝 要去服事職員 好 你現在是被正向的執勤嘛 那主席來決定好不好 那我再一次感謝各位黨團幹部 還有各位工作的夥伴大家都很辛苦 也請議事處處長去跟交通部王部長 還有高副主委質疑一下 他們哭作了一下午 非常不好意思 那我們禮拜四我們繼續協商 現在我們協商進行了一個半小時了 那跟大家說明一下下週一 520新總統和新任的行政院院長就要就任了 所以本院職權法行事法規的規定 新任的行政院院長兩週之內要來本院 進行施政方針報告 我們是不是就定本週四下午來進行 新任行政院院長施政方針報告 及本院配合延會相關事宜的協商 那這一點要一併跟大家報告 如果大家能同意的話 我們就確定星期四下午來協商行政院長到院 來報告的事情 以適宜大概約會我們會發通知 還有延會的事情我們要一併來討論 那我知道大家都很辛苦了 那我們等一下休息 我特別對王部長還有高副主委非常不好意思 因為事實上跟各位職長都沒有什麼直接的關係 大家這樣哭作在這裡我很不好意思 主席啊真的是請等一下大家可以休息一下 我們把這個第一個議題討論完 各位再可以進來沒有問題的 請各位去在外面休息一下 那我們先休息 我們也休息一下 謝謝 我嘗試先宣告一下 你們能接受我想後面的發言 可能跟我想法是一致的話 就不用再繼續發言了 我先很具體的念想 各黨團針對國情報告的協商意見初步意見 未來總統至本院進行國情報告時 於總統國情報告後 由本院各黨團推派代表發言 每位委員發言時間為五分鐘 這個點黃國昌總召希望延長一點到七分鐘 請問民党團有沒有意見 這個時間 我知道 五分鐘 那請問國民黨團有沒有意見 五分鐘 到黃國昌總召 是比較符合我們立法院所有委員 在過去所提出問題的時候 在討論的時候 不管是在委員會也好 在院會也好 一般來講 一般來講 起碼都七八分鐘以上 七八分鐘以上 沒關係 因為你這些發言都沒有影響到 賴清德總統的 後續的一個 總的一個說明 所以我覺得這個應該跟賴總統之間 他不會有任何其他額外的包袱跟壓力 都不會有 因為這是委員之間的事 所以我想我們就修正一下七分 好 沒關係我再繼續念 那大家 發言人數 國民黨九人 民進黨九人 台灣民眾黨兩人 進行 發言的順序 一 台灣民眾黨 民進黨 國民黨 一 順序進行 二 至於尋答的方式 我們繼續溝通 國情報告 仍然列入本週四的協商主題 柯總統這一點 你完全沒有違憲問題 請放心 第三 另外本週四也要進行 新任的行政院院長 市政方針報告 以及本院配合 延會相關事情的協商 第四點 那 法案的部分 一樣列入本週四下午再協商 請問各位 黨團大部有意見嗎 請簡短二要 五分鐘跟七分鐘 就只有這一個點有問題 那個 再來 第二次協商沒有關係 好 這個有共識 時間長短的還好 那 五分鐘七分鐘 我們禮拜四之後再來共同討論一下 好 好不好 還是我就直接現在折衷六分鐘 政治是妥協的藝術 好吧 直接折衷六分鐘 這個事情時間 就不要再 不要再發言 請 副總長 你長話短說請 我每次都是短話短說 只有 柯總長是 短話長說 我是講道理 不斷的 我想要特別再強調一次 我想我們今天協商 不是論金伎倆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神聖的事情 但是我想今天 柯總統把整個場已經繳成這個樣子 我覺得我們把 給賴總統一個歷史的定位啊 已經被繳成這個樣子 我覺得蠻可惜的 這一個事情 對賴清德總統當選人 在歷史上一個非常清楚的定位 但是不是像蔡市場裡面論金論量 還有一個更重要的事情 如果民進黨要設這麼多彈書 我比較好奇我只問一個 到底是賴總統本人的想法跟決定 還是 柯總召自己的想法跟決定 這個要必須要跟大家講清楚 好 因為 是他個人的想法 還是賴總統的想法 賴總統的想法 我們盡量盡於尊重 好 所以 今天在這裡 花了三個小時 講到現在 我們還是不懂 因為上個禮拜五 已經講得很清楚 請柯總召回去詢問 賴總統的意願是如何 我們都表達高度善意 請告訴我們 他到底想法怎麼樣 我們盡可能 來配合 講得非常善意也非常 大氣我們講得很清楚 但今天三個小時 一直來到憲政問題 這個憲法 徵修條文 第四條第三項 講得很清楚 再過來立法院職權行司法 97年就修的 也不是說今年 國民黨來修的也不是 15條 就寫得很清楚 為什麼今天在這個問題 不斷地用所謂的 違憲違憲違憲 我要再強調一次 這個東西在立法院 是很糟糕的事 不能變成一個口頭禪 立法委員 依法質詢職務 不是哪一個人可以在這裡 糾正所有人 說有沒有違憲 有沒有違憲是大法官做的決議 而且還不是一個大法官能做的 還要憲法法庭來做 做決議 但是現在已經變成立法院的 濫用的最低名的代名詞 連這麼莊嚴的議題 都空轉了三個小時 這個是我們不能接受的 為什麼一個這麼嚴肅的問題 誰能夠代表憲法在這裡講話 這裡沒有一個人有資格 所以呢 我們在這裡要再一次強調 到底是誰的意思 因為上個禮拜我講得很清楚 如果今天是民進黨黨團的意思 還是賴總統的意思 讓我們了解清楚 至少我們在對內 我們黨團成員也要問 為什麼是這樣 我要講清楚 賴總統的意思是這樣 大家覺得 好不好 還是說 是致命為大法官常住在這裡 天天都發號司令的人講的 我要搞清楚 因為大家老是這個事情 上禮拜五 大家很善意的都已經表達嘛 但到今天為止轉了三個小時 這個事情都沒有明確化 所以 抱歉 因為當時也在院長是大家談的 所以到現在為止 都還沒有清楚 所以這個問題 真的有必要讓大家搞清楚 如果堅持是賴總統 他的想法 我們會用最大的格局跟看法 來做整體的協商 但這要講清楚 好不好 謝謝 來我講一下 莊瑞雄委員先舉著 麻煩請 莊委員請發 我再講一次啦 其實民進黨 我們三長的想法其實是一致啦 那個副總召其實也沒有必要 那麼多情緒上的發言啦 總統要到立法院 兩個方式 第一個 我們四分之一的委員 我們大家來提案 然後院會做決議以後 可以邀請總統到立法院 第二個這個是立法院想要他來 第二個是總統想來 他也可以知請立法院同意 這兩個方式 現在變成是總統也想來 立法院也想要他來 那就好事了嘛 不管是哪一種 這都很好安排了嘛 那很好安排了以後呢 那就本來就 就進行到最後就是說 我們總統就是當然 賴總統假設到了立法院以後 就他先講話嘛 他做國情報告嘛 他報告完了以後 各黨團就請就像 剛剛院長你講的 就是說國民黨幾個 民進黨幾個 民眾黨幾個 大家派比例來 就有不明瞭嘛 不明瞭之處嘛 我就算很明瞭 我也可以講說 你這個國政方針很好啊 該往哪個方向去啊 立法院愛怎麼講 這個其實也沒辦法去限制的啦 管你明不明瞭 就很明瞭我也想 我也想繼續問嘛 那你依托太多 像我講的 那一天看到你啊 那個東西好不好吃啊 總統會覺得 你也在沒聊你給我問這個 他想不想回答就在於他咯 就明不明瞭就在於他啦 那所以我倒覺得 剛剛院長你那個才是 如果大家沒有意見的話 這個部分大家就先有共識啦 那其他的方式如何 那再來談了嘛 好不好 對 莊委 等一下等一下 他等於我要講 我會回答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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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總召難得開金口 那每次開金口 他坐在我前面喔 我都仔細聽了 我就不知道他要講什麼 他說整個 我們說很多彈書 毫無彈書啊 只是在何憲勳底下 沒有啊 要遵守憲法 你也會講到憲法 你講到憲法之後講 第四角是得啊 那你去看有沒有 我 知識人行憲法是 寫的 知識人行憲法嘛 所謂論金論兩 讓我們再論金論兩 是誰在論金論兩 因為常常財事 人家就有人說 要七分鐘這就是論金論兩 這好事情 大家一定要這樣搞啊 所以我們要 要講清楚 那英國總統的意思 其實 我會告訴大家 他早就在媒體講得很清楚 只要何憲何法他一定來 這再清楚不過嘛 所以那天說 你們等會問賴總統 我知道答案是什麼 但是 彼此既然 黃河川委員提出 你也提出 當然第一次大家協商 表示很尊重大家看法 一定是好啊 我去聊一下看看 因為我知道這個要喬也協商啊 因為說你報紙 清楚了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討教遺地嗎 各位 他選舉中間 大家會有講過嘛 他根本說我要來集穩集打 沒有這回事情嘛 是何憲何法嘛 所以這一點挺大家 那既然 既然 副總統講到 講說 只要賴總統講清楚 我們就進表同意 好 那你就 講這個 何憲何法 就沒有集穩集打 沒有什麼同意同意 你們要不要同意 就答案就出來了嘛 就答案就出來了嘛 就答案就出來了 對不對 那至於時間 那 這種代表我一直講說 那最簡單的事情 那一文章改革 那沒有什麼核政變嘛 對吧 我們講了半天 三個鐘頭 都會講憲法層次的問題 大家 回避問題 謝謝 現在我們林思銘委員請發言 好 謝謝主席 我想 柯總長 你現在認為核縣沒有問題 我想 我現在特別強調 因為剛才莊瑞雄委員 那核縣他還可以來嘛 瑞雄加強 他講得非常清楚 我非常贊同 莊瑞雄委員剛才講的 你不要去解他 那我現在再提醒一點 就是說 因為我們現在是992 992 但是992 20個人嘛 那我們現在希望就是說 那 9個人 9個人發言完畢 這樣子可能 時間很冗長 所以我建議請院長 你來做才是 就是說 每5個人或4個人發言完畢 那 那個 來問 提問之後 那我們的總統就來做一次回答 不用說全部 20個人講完 他來做回答 所以我想這部分 請 就是說我們 我先提出來啦 提出來啦 我們心情是可以再做這個協商啦 那另外就是說 總統 他要怎麼回答 我跟你講 這段詢問我剛才講得非常清楚 就是說 這個就是立法委員 這個職員信司法講的嘛 就是我們對不明聊之處 我們就來提問嘛 那總統至於 他要回答的內容 總統他自己會去做一個選擇嘛 所以 這個都職權行事法規定的很清楚的 我不曉得你們還在擔心什麼呢 所以我想就依照職權行事法來做啦 OK好謝謝 要是 不是職權 謝謝 好 你這樣是被正向的執勤嘛 柯總召 讓主席 主席來決定好不好 接下來請黃國昌總召請發言 務事業委員請準備 真的啊 我們上個星期五 在院長的召集之下 黨團彼此之間交換的意見 我想現場 院長也聽到 說我那時候其實有提議 A B兩個可能的方案 一個是一個立委 發表完他的看法了以後 總統就可以回應 B案是一個黨團 發表他的看法了以後 總統就可以回應 那一天 民進黨的代表 是怎麼說的 我相信 坐在這邊的人 大家的記憶都 歷歷在目 結果 剛剛聽柯建民那樣的說法 似乎是 他上個禮拜五 告訴大家 說他要帶回去 請問一下賴清等總統 這一件事情 那顯然 從頭到尾就是在講空話 從頭到尾就是在講空話 我們那天坐在那邊 談得很具體 A案跟B案 他說 他也不知道 賴清等總統怎麼想 他要帶回去 再問一下 結果今天坐在這邊 又說 只要何憲 就願意來 我們又把問題 從試圖要具體化 又拉回去 抽象化了 謝謝柯總 謝謝各位黨團 大家真的非常的辛苦 再一次感謝 那事實上那一天 我們講了 禮拜四我們要再協商 應該是有三個方案 我補充一下 試試看 第一個 個人委員問完以後總統回答 第二 政黨問完整黨回答 第三 全部問完以後總統做一個統一回答 大致上 禮拜四下午 我們可以討論 這個方式 那我再一次感謝各位黨團幹部 還有各位工作的夥伴 大家都很辛苦 也請議事處處長去跟交通部王部長 還有高副主委質疑一下 他們哭作了一下我非常不好意思 那我們禮拜四我們繼續協商 現在散會 謝謝